我挺好的 你们还好吗 我们也挺好的 怎么突然想起搬家了 是不是联系上启红了 没联系上他 他也没有找过我 你说他这个人 真不知道怎么说的 他那个病 什么病啊 我是说他一个人离开这么久了 要不生病也没人照顾他 你好好的 到底为什么要搬家呀 我要结婚了 结婚 那你结婚启红怎么办啊 姐姐 不想再等 我怎么会有事 陈子欣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啊 启红他那么爱你 他走开这才多久呀 你这样做对得起他吗 姐姐 有什么话好好说 启红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 要是还给你 谢谢你让我说 我先走了 这么快就谈完了 陈子欣 我真是看错你了 哎 发生什么事了 原来是诺盛集团的CEO 张申然先生 怪不得这么快 就把启红给忘记了 我替启红 祝你们幸福 这次我们走 子欣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事 走吧 走吧 饿不饿 你怎么来了 我送完芳芳 还是想 回来找你 我想你了 你还不在买 我们去吃饭吧 好了 我有点累了 好 那 那我们回家吧 来 吃饭 吃饭